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日前出席了香港城市大学活动的时候 校方以近百人的武力驱赶学生还一度阻止记者的采访 当中部分的保安被怀疑是便衣引来了很多的争议 有多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成大打压学生的手法 要求校方公开道歉 一场和平示威演变成为大批保安暴力抬走学生 而一项公开开放的校园 部分地段也将被划为私人范围 禁止非师生踏足 香港城大学生会教职员学会以及人权监察等团体 在校园内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强烈不满 他们只是想表达他们的诉求 我相信这个是当日去进行示威的大学生 他们自己心里面也都是有这个打算 但是小估不到会遭到一些武力的驱赶 这件事不单是违反了法律 也都是会被人觉得学校城市大学本身自己校方 去那个处理手段 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段是一个打压的程度在 人权监察总干事罗奥奇批评 任何权势都不可以将成大当作自己的后花园 肆意妄为 暴力干预学生示威的自由 也都影响大学的形象 无论是受到政治压力或者主动去奉承一些权贵 其实都是不应该 任何一个成功的大学在国际上都是宽容 他又要求校方交代是否有便衣 伴助保安打压示威 团体要求校方设立独立检讨小组 查明真相 并且向学生公开道歉 而且承诺不再暴力对待学生 新潭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